这里有一条比较特别的题目,我们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有一个整数,叫S,而且大于4 另外,我们有另外两个数,叫U和V 这两个数分别满足一些特别的条件 就是这么多了,这条题目 之后就说我们需要证明U和V分别都是无理数 这条题目只有这么多,我们可以怎么做呢? 麻烦了 刚刚说过,中间有一个特定的条件 既然是这样的话,我们可以尝试由这个条件出发 看看我们可以去到有多远 U加V等于S 可能整理一下位置,没坏的,调一调位 V等于S-U OK,这个条件的一部分 还有第二部分,就是U和V相乘等于S 好像有些事情可以做 这条式我们有个V 这条式我们有个V 既然是这样,即是可以把V的表达式 代入去这条式的V这个位置 代入去,这条式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U 这里有一个U 就变成了U 对于U的二次方程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下一步式 当然就是把二次方程射出来 就是有U的平方 会不会再给我们更多进一步的Hints 配完方之后 我们就会有下面的这条式 就是U U-Sover2的平方 就等于S的平方 -4Sover4 嗯 这条这样的数 下一步理所当然 就是两边开方 我们说过 如果我们要在 实数范围 对于开方有解的话 那开方里面的数 一定是需要0 或者是正数 但是这一部分 是一个分数 而分子的部分 我们未知是什么 那可以怎么做呢 嗯 分子是S平方-4S 那或者可以分解它 S乘以S-4 那这个我们有什么Hints呢 咦 我们看一条题目 这条广告说 S是一个整数 而且它比4大 那既然 S 它是大于4 那也就是证明 S-4 是大于0 噢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有 S-4大于0 那既然S-4 这一块大于0 那S-4本身大于0 S当然大于0 那两个大于0的数 乘在一起 就理所当然地大于0 OK 哇 我们搞了这么多东西 我们终于知道 这一个二次方 是可以顺利地开方 那开完方之后 自然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踢过去 我搞了这么多东西 都是想要一条 U的表达式 对不对 这一块东西 搞了这么多东西 终于可以解出U 那U是什么呢 U 就会变成S 正负开方S的平方 减4S 随以4 sorry 是随以2 那 U 是这样的表达式 S又是整数 那我们搞这么多东西 结果又是要回头 搞跟好里面的这块东西 那跟好里面的这块东西 怎样可以证明它 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如果跟好里面这个东西 不是完全平方数 那整个U 就是无理数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嗯 我刚刚说过完全平方数 那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如试下 又是拿中间这块东西来玩一玩 我先问了 s的平方 减4s 这一块东西 理所当然 第四 少于 s的平方 减4s 加4 因为我突然加了4 加4的这块东西 当然大过原本的这块东西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其实 令到右手边 我目的都是想令到右手边 是一个完全平方 那现在右手边呢 它成为了s s 减2 的平方 了 OK 搞定 那搞定了一个 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个expression 小过这块东西 那未知 有没有一些东西 大过呢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手边玩一玩 多一个expression 先 就是 把这块东西 s的平方 减4s 这个expression 减 s 减3 的平方 那我们发觉 这一个东西 你调完之后 进行少少基础 代数的运算 我们就会有 2s 减9 2s 减9 那这个数是 大过0 还是小过0呢 那由于这个整数 s 是大过4 就是s 是一个大过4的整数 那它最低限度 起码都是5 因为它又 同时又是要整数 又要符合 大过4的这个条件 那最低限度是5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 2s 减9 就是 最低限度 这一个 起码都是10 那 减9 就一定大过0 咦 那我们的条件 满足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一个 小过 s-2 那 那 而s-3 呢 又大过 那 那所以呢 整条expression 这个中间 s-4s 我就写在中间 它小过 s-2的平方 但是这个呢 又大于 s-3 的平方 那我们搞这么多东西 是做什么呢 那其实就想说 中间的这个expression s-4s 它是介乎于 一个平方数 和第二个平方数之间 那我们上一回呢 就刚刚正证证了 在一个平方数 和另外一个平方数之间 如果我们 全开了方的话 把这条式全开了方的话 即是s-3 小过 我们需要的expression 那 不写了 但是 会开方的 开方 上面的这个expression 那 它又小过 s-3 那它夹着在中间 那我们上一回 就刚刚证证了 这个数呢 它是无理数来的 OK 那 就正正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证证了 U 这个U 是无理数了 那我们证证完 U 是无理数之后 可以怎么做呢 咦 我们看到 U 加V U加V 等于S 那 那 既然是这样 U 是一个无理数 那 需要加上一些东西 才会等于一个有理数的 那其实这个呢 刚刚 都是一个无理数来的 那如果它是有理数的话 即是 s-v s-v 如果它 这个v 都是rational number的话 那 U 没理由是一个 irrational number 对不对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 由 U 出发 我们就会得出 U和V 它各自 都是rational 了